你们要是整三轮车子的 乘客带来就要发款 才一开始没什么那么发 是发着欧卜 就是5块5块10块 发到5月10 5时直接就剩几 剩了两倍 太好了 你要往上去 你要把他两根收 三轮都收了 我们这个地方还好 在贵州的时候 他是农区要吃个量 他是你一次给你发好的钱 两次给你发好的 一米发好的钱 还按米苏 我们这不 我们这边就是个坦坦好的钱 其实他发钱只发我们的牛二条 那个水多的他根本没有发 还不敢去 那些男人家他把包子摸出来 看赶不下钱 他说你不要那吃吗 那这是别的 那这是什么 对 你们现在 你们这个坦坦就是固定 摆了这了 它是好钱 它是一年还是一年 一年八千 一千是摆了这八千 那边不给钱 那边是二十三 二十三块钱的粥 最后摆了十多块钱的粥 十多块钱的粥 把这些粥 自己收拾 自己收拾 垃圾 那边怎么垃圾是这个嘛 有点少嘛 还有给你洗 洗垫 哦哦 八千年一年 一个七百的关键 八个关键 七百 哎 其实我也想起来也不 也不认为 说有人起这个 生意对 这个里面 这个生意做还是 可以 一个探探个 比竹门里面要好的呢 比竹门里面深也好 像那个本堂抓鸥 我们自己夹的好大哦 抓鸥 哎 以前摆他那是抓鸥咯 抓鸥 哦 抓来那个摊位就哪个摊位 哎 你没抓到就没得 要好 又要搶着 哎 关键 你现在骑个车子在那儿摆就是了 不得行 还抢好呀 还抢好啊 以前 以前 以前就是拿个抢了就拿个这个 他不是抢了而且他就砸了 砸了不砸了 那天天他的东西都在那儿 有个人来关一下摇好 那车全家要对的那边要打架 嗯 那后就没了那块多了 上次一抓后就不差二十多了 没那个的时候没那个老价 一公里十九块钱 十九块钱啊 烤鸡是啥个这个 这个烤鸡 十九块 十二块十九块 这个十九块 有点人你没蒙鸡 要的 我拿两个丫头 两个丫头的 是吧 来走 好 一把烧烤 两个丫头 还有一只烤鸡 我先来吃一口 我先来吃一口 果子都烤鸡 有点液 会感到面 就会吃一口 那可可可就会吃一口 就是一口 里面 我吃一口 火鍋 是一口 中火 它是一口 但是咸 吃东西 整理 很酷 很酷 很香 香菇 香菇 真的很香 我真的可以吃了 它是很香 我先不是吃了 我今天不太吃了 不太吃了 我今天吃了 我吃了一件事 很香 一件事 我吃了一件事 啊 雞皮 加深 哇塞 哇 看这个鸡腿 别对家对到我脸上 我就不好吃 哇塞 哇塞 脆弱 脆弱 就是 我又到哪里丫头 这个鸭头 每次就是 刚开始吃的时候哎呀不闹 后面越吃越辣 小辣椒 中火 脂肪 油 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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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个视频 我下看下一个视频 又或者是过几天 自加油 我之前过一发的 我之前 设想的21年对吧 算是一些 我买了一千多块钱的东西 我当时就想 我吃加油到现在都一年半了 我都没有这 我当时 要走 我还去买调料药品 我现在还在想买哪些酱油啊 醋啊 豆瓣酱锅漆没有 本来应该 早就出去自加油了 总觉得这个装备没买齐 我就想买啥 买啥 想想的家里又有事 到22年的双十一的时候 我又买一东西 后面我就想通了 我说这个东西 你买用 要是买不齐的 你只要上路之后 你才知道缺啥 你在那家里想了吧 想不到太全面 就前几天我又买了一些东西 但买了之后呢 我突然又想到又 还有一东西也没备气 本来我也想到算了 把最基本的东西准备好 先走出去 走出去了之后 你才知道你真正的需要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现在买好的东西都是没用的 我当时买的第一件东西是帐篷 我现在想到我脑袋有点臭了 我自驾油开车出去 我最扯着知道为什么要帐篷 这帐篷的东西 估计买了都没太大用 然后我买的第一件东西竟然是帐篷 也不知道当时是啥 咋搞的 帐篷应该是那种机智领车 魔女或者突兀的人 像你如果开车自驾油的话 你直接睡车上就行 我当时也是看别人自驾油 别人也买帐篷 我当时看了车 也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 留车不睡 就要在车旁边插个帐篷 我当时就买个帐篷 我当时就买个帐篷 我当时就买帐篷 现在看好乖 今天这个视频 想说点啥 今天我都不想说了 每次这个视频打字幕兰太多了 我前面已经说的太疯了 后面还有好多话想说 但是我还算了不说了 太啰嗦了 总结一句话就是这么多年 感觉和社会严重脱轨 哇 所以说现在是负义瓦斯 你可以从网上了解一些信息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你是没有了 我天天就问一个人 要不就和邻居 邻居都是这些对吧 上上年纪的人和爸妈 咱们去找交流 交的不是啥 就这样单手越单手 就感觉越来越无欲无求 我现在真的是无欲无求 我去年我来查 怎么当和尚怎么当道士 我真的查了 我当时 我还是认证的查一下 这种道教 道教分两个派系 全正教 正义教 正义教 就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不应该吃牛肉和鱼好像 人家全正教就像和尚一样 必须留长话 不能称家 还有吃宅饭之类的 正义教就可以 就没那么多机会 我这是查一查 我并没有什么看不红尘 我这是查一下 然后我就觉得 我当工工呆的 越呆 越没有 就是无欲无求 越来越佛心 就很多人经常说我还是佛心 确实是 就感觉 就得出去走走 接触一点新疆的生活 然后呢 多接触一点陌生人 因为我现在发现 我现在说话怎么回事了 虽然我在视频里面 这样说说说 但是现在生活通过 都不知道说啥 盐都脱接了 所以走一走 反正这一次是确定了出去走 而一年双十一新买都没通了店 不管是 走多久 卖出去好不看 就像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你创业也好 干嘛也好 你准备的赞周全 得不周全 你只有真正的麦开Bot 去实践了 你才知道啊 你敢买什么东西 敢准备什么东西 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对吧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 我说 哎呀 你出去了之后 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弄 因为在空门 我都没怎么出去 因为我其实在六年底搬的车 我六年的车才开到三万多公里 我基本上就是开的最远 就开到阿巴州那边里县那边 从我们那边到那应该有将近三万公里 三万公里左右 而且只开了一次 然后其他的时候最远的距离 就是从我们那到成都 基本上就这样开 就我没开个城堡 所以说万有时候发生什么 肉框 我发生还怎么样 土豆 土豆片 哇 这是女人 土豆片凉了 吃瞎瞎头 这个比较辣 热一下 我现在想的好搞笑 我在21以前的时候 说是买东西的时候 我在想 不管是自家游 还有什么奇形的 基本上别人都买了无人机 对吧 拍一下天上 哇 我要激发 我要激发去 自家游去跑一趟 是不是应该烤了无人机 其实我还比较喜欢那个玩意 我都开了好多次 幸好没买 我当时买了 你看现在 一年都没出去 电视产品这个东西更新太快 放在家里就 就掉钱 所以说我现在感觉就是 东西不要买太多 就 能够保证基本的东西就行 然后出去 出去之后再买 因为搞不好你出去几天就回了 当然我只是这样说 因为我估计我 我确定我肯定 应该不会几天就回了 但是我看了 有很多拍视频的 当初说我要去怎么怎么样 因为去了今天 这时候又回来了 所以说就是 现在去了 哇 这个辣椒 敲到鼻子里了 先去了 就说去了之后 那个结实下来 然后再添加一些什么装备 这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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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哦 买肝脖子 终于走一走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